现在是新春期间,大家在团年开年和朋友相聚拜年之间,一定吃了很多比较肥腻的食物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消化? 那你就要多吃点水果,而我介绍这个水果是叫做万寿果,木瓜,是很适合新年期间食用的 你可以当水果食,也可以当它是一个甜品,冰糖炖木瓜,或者也可以用鲜奶加木瓜打成一个木瓜奶食,吃法很多的 那这个木瓜,大家吃过都知道,哎呀,很香甜,那些汁水又多,是很舒服的吃下去 有百亿之果的青,和水果之王的美育,最好的就是一个万寿果的名育,是岭南四大名果之一 它有17种氨基酸,蛋白质,和糖分,而它有一种木瓜的蛋白梅 木瓜菅,蜜蜜蜜,和多种维生素,有钙有铁,这些是令到它成为一个这么有益的水果 特别是它的维生素C,是苹果的48倍,所以半个中等大小的木瓜,就足够一个人一日所需的维生素C 所以我们说,吃这个万寿果的木瓜,是可以达到年年亿受的 其实它有很多功效,逐一为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就是它可以健脾消食,帮助消化 因为木瓜的乳汁里面有一种成分,叫木瓜酵素 是一种蛋白质的分解酶,它能够分解肉食中的蛋白质 如果你吃饭之后,休息再吃少许木瓜,是可以帮助消化的 有腐疗这个治疗肠胃炎,消化不良的效果 特别是慢性肝炎的患者,它有这个食欲减退 如果你吃完饭,你会觉得饱饱胀胀,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你是因为消化功能的减退 如果你吃这些木瓜,是帮助改善这些症状,促进你的消化和吸收 第二,木瓜是有杀虫抗抗疫的功效 因为它里面有木瓜蛋白梅和花木瓜鲜 这些是对结核肝菌和寄生虫有很好的抵抗作用 所以可以用来杀虫 第三,它就有抗癌的功效 大家都知道,亚绍胺是肝癌的有发物 木瓜它本身具有阻止亚绍胺合成的本领 有一定的防癌作用 另外,木瓜酵素是可以消化肿瘤的毛细血管细胞 这样就可以减少肿瘤的血液供应,阻止肿瘤的生长 同时,它的花木瓜鲜除了对结核肝菌和寄生虫有很好的抵抗作用之外 它还有治疗淋巴性白血病的好处 这个淋巴性白血病就是血癌 第四,木瓜可以补充营养提高免疫力 因为木瓜里面不止含有大量人体需要的水分 还有蛋白质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可以补充我们身体必需各种的养分 自然是可以增强大家的身体抗病能力 第五,竟然是有解毒消肿的作用 因为它里面含有一个元素对我们身体有很好的解毒功效 据可靠的实验显示 我们每天只需大约200克即半磅左右的木瓜 就能排除人体里面各种有害的毒素 第六点就是清肺云醋 天气干燥的时候 你吃些木瓜炖糖水真的很舒服 特别是因为干燥而伤到你的肺有肝咳又小痰 这个最适宜 同时对于喉咙的发炎 这些也有很好的效果 第七点是用一个叫皮湿鼻痛 因为木瓜有很好的书筋抹落作用 而且能够化湿 所以因为风湿而引致你觉得鼻痛的 吃木瓜是有帮助的 第八点,女士很喜欢的 因为它有风胸的作用 因为木瓜里面含有木瓜酵素 可以分解蛋白质、糖类和脂肪 同时这个木瓜中丰富的木瓜酵 对于这个乳腺发育很有帮助 它可以刺激女性荷尔蒙的分泌 足使乳腺通畅 这就达到风胸的目的了 大家知道这么多有关木瓜好处 当然是要吃多些 但是吃木瓜也有些东西要注意 有些人不合用的 想知道的就要留意另一个视频 那